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声说法 感受菩萨为众生成愿再来的悲心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第三世 巴麦听者仁波姐来为我们导读 仁波姐您好 佩玲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想再看这部片子的时候 因为其实是在记录这个大宝法王 立即十六次的转世 那一般人对于转世这件事情 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那它的这个过程会很好奇 那是不是先给我们做这个介绍呢 在转世 首先转世的这个概念 在印度的宗教里面都有 就是说人必定有它的过去世 不是无因无缘 忽然间石头蹦出来的 那所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 在这个流转 转世它主要就是好像轮子一样的 在轮转之中能够掌握到自己生命的意义 那所以印度的宗教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只是在佛法里面沿用这个概念之后 它形成的大概两个面向 一个就是一般人的转世 是被迫而来的 被我们的所谓的Garma 我们的业力 就是你没有任何的选择的 但是佛教里面要谈的转世是说 有一些的佛菩萨 他们其实已经有能力不要再来了 所以他是承愿而来的 对 但是他却选择 就好像是我们在台湾日子过得好好的 但是有很多有菩萨心肠的人 他要去做国际志工 他要去那个大家不想去的地方 可是他是自愿的 因为他有很神圣的使命 那其实要形成一个制度 他实必在整个过程中 要得到大家共同的 就是要共同认定说 这样是可以的 没错 那在他这个过程中 他就是顺理成章地觉得说 他就是下一任的转世 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 没这么简单 可以说是在这个片子里面的 这个Garma Ba Garma Ba就是Garma Gaji派的一个领袖 或我们所说的法王 他的第一世 这个Duzon Kemba 他在原集之前就已经有预言 他还要再来 然后他的所谓的第二世 就是这个Garma Ba 他很小的时候 他就自己自我宣称 他就是 他的前一世就是谁 然后透过其他很多人的验证之后 大家觉得没有错就是他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第一世的Garma Ba 第二世的Garma Ba 当作是在西藏 这种所谓的转世制度的一个开始 那整个认证的过程 又是需要透过有哪些的检验呢 在早期的时候 因为是一开始 所以大家也没有这种经验 那像Garma Ba比较特别的 他是属于一种自我认证 就是因为这个制度刚开始 所以他自我宣称 第一个他的前一世有预言 他将来会再来 第二个就是说 他的第二世可以认知到 他前一世的一个状况 他还有一些记忆可以去 对 二者是吻合的 是 然后所以大家就确认了这一件事情 这个是转世制度最开始的地方 也是这个Garma Ba的传承里面 非常珍贵的一点 就是大家认为说 他就是因为很高度的智慧跟证悟 以我们来讲就是没有隔音之谜 他能够很清楚地跨越时空地 了解前后世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才能够做这种自我认证 所以这个自我认证 同时就表示 他的一个修正的果位 那么对于其他的成就者 他们的转世来说的话 就不一定都能够自我的指认 所以就需要透过 大家所公认的这些高阶的成就者 他们来为他指认 第一个就是说 譬如说在Garma Gaji的系统里面 就是由法王Garma Ba他来指认 那大家都会去信服 那么在其他的转世系统里面 有时候他们也是透过坐禅入定 入定之后 然后去观照他的这个前后世的一个因缘的关系 然后去把他寻找出来 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那么也有一些方式是已经找到一些可能的候选人 譬如说生肖 已经确知或者是先肯定 他预计在什么时候会出现 然后所以在什么年出生的小孩 那接下来就是要确认 第一个是时间确认 接下来就是空间 方位要确认 譬如说是东南西北要往哪里去 不过这还是都会很多人 是 所以他就会逐步的筛选 然后筛选到人数比较少了以后 然后有一些小孩子 他可能天生就会有一些表现 那么把这些比较优秀的小孩子 他们认为可能的候选人 在找出来之后 然后再从里面再去筛选出来 那么在筛选的过程之中 有时候是这个就是成就者 他们去认定 有时候他们在西藏也会透过护法神 降神的方式 然后因为这些的非人的护法神 他们有神通 然后他会去认定 说建议说哪一位他就是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奇梦 在梦境里面 就好像是我们跟这个法界 无线网络连上了 然后在梦境里面 这个monitor就会出现一些讯息 然后这些讯息 跟我们找到的这些的小孩子 他吻合吗 这是一种方式 甚至在西藏他们有一个圣壶 这个圣壶如果去修法的话 它壶里面就会去浮现 某一些的景象来作为讯息 那仁波切您是由着直贡法王 跟这个萨迦法王认证的 这个转世仁波切 那您自己的整个过程来说 应该对你来说 也是会是很特殊的一个经验吧 是这个可以说是超乎 我的预期跟想象的一个经验 我想就是说像直贡法王 他做这样的一个认证 他认证的时候 我拿到认证信还有生作的时候 就是其实我已经三十几岁了 跟一般他们从小找的转世 是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是 那么为什么要从小找呢 因为主要就是为了培养他 能够肩负起前一世 要弘扬佛法的责任 我们现在这里所说的 西藏佛教的转世制度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他 能够持续弘法立生的工作 那么这个是需要专业的 所以如果小孩子的时候就被找到的话 其实父母就失去了所谓的监护权了 因为这小孩子就是 就不再是你的个人的小孩了 而是负有社会责任的 是需要受到很严格的训练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多的父母是很舍不得的 的确 那对我来说的话 比较特别的是 我自我完成了这些学习之后 然后就是法王他才透过这种禅定 其实请问护法等等的程序 那么同时我的前一世 他也有预言性等等 那么多重的确认之后 那法王他就给了这个认证性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传统的社会里面 就是直共法王可以说是 非常有勇气的一个上师 当得到这样子的传承 其实就本身的生命来说 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改变 那尤其在藏传佛教里头 大宝法王是这个格举派 他很重要的精神领袖 那在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格举派他这个传承的起源呢 格举派他的传承起源 是来自于西藏 有一位上师叫做马尔巴 马尔巴其实是一个族姓 那么他的名字叫做雀吉洛佐 这一位小孩子 那么他到印度去学习 他三次到印度去 一共待了十七年的时间 然后很好的学习之后 他把他所学习的法教 带回到了西藏 那么他所传下来的法教 非常强调这种所谓的口耳传承 就是师徒制 医师口授 老师说什么你们跟着做 那么这个在西藏话里面叫做 格举举巴 格就是上师的一个教界 他的一个口授 举就是传承 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就称他是所谓的格举派 因为是从马尔巴大师传下来的 所以就叫做马尔巴嘎举 那么马尔巴嘎举 原来马尔巴是想传给他的儿子 但是因为他的儿子后来夭折了 所以就是这个家传没办法继续下去 所以就传给了他最优秀的徒弟 叫做密勒日巴 所以嘎举派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采取师徒制 那么到了密勒日巴的弟子刚波巴 那么刚波巴他有四个杰出的弟子 其中一位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第一世的大宝法王 杜松坚巴 那么杜松坚巴 他以他的智慧留下了预言信 那么第二世的大宝法转世之后 做了自我的这种认定 所以这个就是从所谓的血脉再转到师徒 然后又开始了所谓的转世 所以其实他的这个传承的方式 不是一开始就是转世 它其实是有各种的形式 是在交错使用 可以用这样的说法吗 可以这样说的 因为像我们刚刚说 这个刚波巴有四个大的弟子 那么四个大的弟子里面 就是因为刚波巴是出家的 出家人就不可能采用家族继承 是 他没有小孩了 对 他没有小孩 他不能家族继承 那么他们要嘛就是师徒制 不然就是必须采用转世制 可是我们可以去了解说 在旧社会里面 知识其实是很昂贵的 所以只有贵族 才能够有机会去学习 因为他不用上班劳动 然后有足够的这种财力 能够迎请老师来做好的训练 所以在这个西藏佛教 比较早期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家族制 但是家族制的一个困难就是 你会不会有小孩 特别是旧社会里面是重男轻女 就是要男生才算 才能够继承 古四 那女孩子是不算的 所以如果你的家里面 绝后了怎么办 是啊 那这个家族就会中断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几种制度 其实是在一个很长的时空里面 同时都在try 然后同时也都在延续着 有某一些传承采用了转世制 有一些传承用家族 有一些传承用师徒制 那么其实也可以说 每一个传承都同时拥有了 这几个条件 譬如说刚玛巴 虽然他自己是一个转世制 但是他也是收了很多的弟子 是 然后再从优秀的弟子里面 再去认定一个新的转世的制度 因为从第一世到第二世之间 就算你能够自我认证 但是为了要把足够的这种 佛教的知识 以及修持的经验延续下去 还是需要老实 所以每一代的甘玛巴之间 虽然我们说现在转了十七世了 但是其实传承不止十七世 因为每一世转世之间 都还有老师 比如第一世他交给他的老师 他的老师 他的徒弟就变成第二世的老师 然后再延续下去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 一到十七世 至少就会有三十四代了 那这中间也变成说是 转世制跟师徒制 在同时进行 然后又从这中间优秀的弟子里面 再发展出了转世制 所以他的整个教派 就会越来越茁壮 但是不管是用哪一种方式 其实他的重点 其实就是要去传承佛法 去弘扬佛法 那在基督片中 他其中有提到戴上黑帽 就是一个传承的责任 那黑帽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 介绍一下他所代表的意义呢 黑帽是在秘法的修持里面 谈到的 特别像生乐金刚本序等等 他说我们在修行 得到成就的时候 有所谓的十万空行 就是女性的护 女性的菩萨 他们都会非常的欢喜 就是有人又要成佛了 所以成佛用我们世间的一种看法 就好像是你要登上了王位 所以会加冕 是不是 国王他就是加冕来代表 那么你要成佛的时候 就有十万个女菩萨 都很欢喜 所以他们就献上自己的身余意 那头发就是一个代表 所以十万个空行母 把他们的头发 编织成一顶黑帽 保观 然后就是供养给了成就的上师 不过那顶黑帽 不会真的是头发做的吧 就是那顶女菩萨的头发做的黑罐 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 它就是一个意念上头的象征 对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的修持也很好 或跟这个法教很有缘的人 他们也有机会会看到 所以在片子里面 嘎玛巴的黑帽 其实它有两种形式 一个是布的 另外一个是好像一个宝冠 一个皇冠一样的 那布的这个是过去的西夏王 就是甘玛巴曾经是西夏王的上师 他们供养给他 来代表他的精神成就 已经是一个好像成佛的成就者 那么这一顶 这个好像王冠一样的这个宝冠 这个是永乐皇帝 他迎请了无事的甘玛巴的先先 到了南京去为明太祖做超度的时候 那么他在境界里面看到了 奇怪他的上师的头上 有一个黑色的东西 所以他就请问 很好奇就请问甘玛巴 甘玛巴说 这个是我的黑宝冠 就你能看到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所以这个永乐皇帝就很高兴 就命令工匠 就依照他所看到的形象 就达了一顶就是珍宝所成的宝冠 然后供养给他的上师 那我们其实在纪录片可以看到 现在的这个大宝法王 他是一个年轻人 那对于身为一个 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年轻人 大家对他的期待跟传统的 这个藏传佛教的意义 虽然希望能够传承 但是也希望他能够 可能能够位于现在年轻人 可以代表一个新的这种精神的象征 那是不是可以谈谈 他带来的这个时代意义呢 其实所有的佛法都必须与时俱进 不然就会变成 考古学里面的一个死掉的东西了 那么我自己觉得 跟汉帝比较有关系的 几件关键性的事情 一个就是在这个2005年的时候 他们就是这个第十七世的大宝法王 他写下了一个 秦兰菩萨的仪轨 那秦兰是谁呢 就是观公 道教授是观圣帝君 是 叫做神舟忠明 神舟就是指我们神舟大帝 那么 秦兰就是观宇他在三国末期 东汉三国末期 因为他是被杀死的 所以就是死后很痛苦 那么 一直到了随代的时候 那么他去请求了佛教的大师 天台的智者大师 帮他超度 那么解除了他的痛苦 所以他就发心要护持佛法 所以我们才称为 秦兰 秦兰就是寺庙的意思 就是他愿意来护持佛法寺庙 僧众 那么 杭玛巴为什么会写下这个仪轨呢 因为据他回忆起他自己的过去史 他说其实不仅仅在西藏有所硬化 他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硬化过了 只是在中国并没有留下像西藏的这种 所谓的转世制度 第一事第二事 那么他有一天在境界里面 回忆起在一个军营里面 就是兵马非常的繁忙的时候 旁边做了一个很威严的大汉 然后他心里面就想说 这个就是关羽 然后就帮他写下了一个所谓的礼赞 跟祭祀的供养文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一时用的 这个所谓的神舟忠明的 齐兰菩萨的供养法 那么这个是跟汉地很有关系的 然后第二件我觉得 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事情 就是说 现在好像说是 藏传佛教或西藏佛教 传扬到了世界各地 但是其实藏传佛教 也受到了汉传佛教的影响 所以刚玛巴在2007年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指示 所有嘎妈嘎举派的寺庙 寺院里面的厨房 只提供素食 那这个在过去在西藏 也有这些例子 譬如说直供法王 竹巴法王 他们都是素食的 但是他们是比较属于说 个人去推动 而没有真正下一个行政命令 就是整个教派都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 其实是有一点点困难的 因为西藏是牧区 游牧的地方 在饮食习惯食物来源上面 都不容易全面地去做到 所以 所以刚玛巴其实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的禁令 说从此之后不准 但是在我们的教派里面 我们的寺庙只提供这样子 那或许大家整个习惯各方面就会慢慢去改变 那这个当然也很符合 刚玛巴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所以跟大乘佛教里面所说的慈悲心 跟我们的饮食之间的一个很好的关系 那第三个就是在今年的时候 在菩提家也 是其实大宝坊 引请了台湾的比丘尼 到那边去为他们比丘尼传戒 因为我们知道 在西藏佛教过去虽然有女性出家 但是由于比丘尼界中断了 所以他们永远都是沙弥尼 也就是见习尼 在社会地位上面 就不能跟这个比丘 男性的出家众平起平坐 那么过去虽然佛教界 西藏佛教界对于比丘尼界 要怎么接引回来 如何恢复也有很多讨论 那像子贡法王也派了他的 美国的尼师到台湾来受比丘尼界等等 但是并没有像 十七世大宝坊这样子 就是一个很正式的 直接把一个传承引请回去 那么这一点 我觉得对整个佛教来说 那么特别是在汉藏佛教之间交流 有它一定的重大意义 因为所谓的佛法注释 是必须所谓的四众弟子具足 就是出家在家的男女众都具足 那么特别是 现在佛法传扬到全世界 那么有许多信佛的人 都是对女性的权益 非常的重视的 如果能够把这个区块 让它恢复的话 那我想佛教在谈的所谓的平等 这一点就会更为让大家所接受 那最后想请教的 我想在我们这部纪录片里头 大宝法王对于这个佛教 它是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在整个过程中 可以得到开悟的智慧 得到内心的平静 那最后是不是可以就这个部分来跟我们谈谈 因为佛教有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个 它可能就是只是个信仰 但是其实它落实在生活中它的这个教育意义 在佛陀讲说 一切有情众生的染污跟罪垢 没办法用水就洗个澡把它洗干净 也没办法它摸个头 就是大家就消除了罪业 但是佛度化众生最重要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讲经说法 什么叫做讲经说法 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教育 用佛教的话就是教化众生 令有情众生心开意解 这个时候 一切的有情众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乐 譬如说我们现在透过现代的教育 我们学习到的快乐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达成目标 成为成功人士 成功人士的指标是什么 你可能要有车子房子 怎么样的存款 怎么样的学位 你的家庭美满 各方面的种种条件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都是外在的条件 所以佛法要告诉我们的是说 一个究竟的安乐